非常歡迎柯洛福教授 柯洛福教授剛好他這段時間 在我們政大還有漢學中心 國家圖書館和漢學中心做一個短期訪問 那他的訪問的這個計畫非常有趣 他是要調查台灣的宗教博物館 或者是跟宗教主題有關的博物館 以這個主題為主 然後來台灣做了一個短期的訪問及調查 那他的調查成果下禮拜會在國家圖書館發表 已經有成果了嗎? OK 所以下禮拜如果大家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話 這跟世俗化理論有關 就是說宗教的世俗化 宗教的世俗化裡面的一個象徵就是 國務館或美術館 宗教美術館 然後他會以這個主題做一個報告在下禮拜 那今天他要報告的另外一個主題就是 那個荷克斯德國與20世紀上半月有關的中國宗教研究 這是一個學術史的一個調查跟研究 那這個我們對德國的漢學界以及中國宗教研究不是很熟悉 所以特別請那個科洛普教授來為我們介紹 尤其我們這門課剛好是跟20世紀以來的中國宗教 尤其是以道教為主的研究以及轉變 還有當代道教的一個現況的研究 所以我們剛好請柯教授來這邊為我們講一下 有關於上半月中國宗教研究的成果 有點像是我們這門課的一個前行的一個研究 那也是一個中國宗教研究史的一個回顧 有點像這樣 那柯教授在這邊還會待到11月9號嘛 對不對 所以他還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所以大家如果有時間 對於相關的主題不管是中國宗教研究 還有中國的民間小說的研究 這個柯洛普教授也有做一些寒箱子方面的一個調查跟研究 或者是教派的研究 他做過很多一貫道相關宗教的一個研究 這些他都可以跟柯洛普教授做討論 那剛好哲峰 你是你的指導老師嗎? 你的大學還是大學的時候的指導老師 剛好來這邊有遇到你的學生 現在剛好在這邊學習 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就交給柯洛普教授 然後我們會留一點時間之後 跟大家做一下討論跟教練 我們今天先熱烈歡迎柯教授 非常感謝謝教授給我這個機會跟大家交流 他剛剛提到的有關宗教博物館的研究項目 就是我這次來台灣有三個月的時間 找到國家讀書館和學研究中學的支持和工作 就交到很多台灣地區的中教博物館 比如說這裡新北市有一個世界中教博物館 高雄的伯托經驗館 火光山那邊的南投南下田浦里 有的中台世界博物館 這類的 這個是我們在我們大學西大學 一個研究極化的有關系的 其實我們叫做Multiple Sexuality 是多元性的世俗性 世俗,對,世俗化 世俗化 不是世俗化,世俗化 應該是Sexualization 就是一個過程 他們的感情是Sexuality 就是世俗性 就是所有不同的社會 不同的時代 怎麼區分宗教跟世俗的領域 就是這個問題 然後他們就請我來參加 其實也是不是請我 就是我的故事 我來參加 請說 我可以給你一個學期的房價 一個學期的Sexuality 怎麼這麼好 應該應該去參加所有 可以做什麼 所以我就想起的就是那個台灣 台灣通教博物館的問題 因為博物館 從歷史的觀點來看 博物館是一個世俗性的組織 就是世俗教育的Sexual Education 的一個機關 所以宗教團體 宗教機構 怎麼利用這樣的 世俗教育的機構 來進行他們自己想做的事件 像洪法、傳道 所以我原來的家事就是 國務館的兩次 世俗社會跟宗教團體 之間的一個 interface 但是我來的 我現在來台灣已經快三個月的時間 已經很快就發現了 這個是過於簡單的 其實那個進行比較複雜 所以你們還沒有很完整的結論 但是我初步的結論 你感興趣的話 像博教授剛剛說 國的下個禮拜三下午 三下午三點到五點 在看學點的中心就是 國教圖書館那邊 有一個簡簡單單的主人 也是學教授主持的 當作主人的 那還有 先要感謝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的 對我這次來的研究的支持 所以 就給我幾乎一個非常好的研究的環境 今天想談到的 跟我現在所進行的研究項目沒有關係 這個是 其實我為什麼做 那個比較 那個 學術歷史的一個繁星 這個是跟我們奈利西大學的歷史有關係 我們2014年就是三年前 我們的中藝東亞研究所 有100的週年 所以 從1914到2014年 所以 這樣的週年的活動 一般來說 我們都要做一些 會顧與展望 就是會顧的以前的人 在我們那邊做研究的角色 就是 比較涉及到哪一些領域 他們有什麼貢獻 所以那時候我就 在考慮 因為我的專門研究的是宗教 因為 中國 台湾的宗教 所以 試試看 以前有沒有人 比較 重視這方面 在這方面的 進行研究的 發現了哪 其實有 就是 荷克斯 這個研究 這個研究 對我們現在對中國 宗教的歷史 的思想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有沒有可以去參考的 一些貢獻 那 開始這個 也把它放在一個 環境 裡面 就是 德國造勁 對中國宗教的研究 其實呢 其實 研究收穫 並不少 今天 比較少 人 很少 會看到 因為 很大的問題就是 大陸就是 德文 法標的論文 現在 看德文的能力 並不太普遍 不僅是 在台灣 也是美國 一般西方的學界裡面 很少人 會看德文 所以 我們現在想給你們看一下 一些 那時候是 的 學術著作 也像 子豬 其實 有一些 滿字的去看一下 字的去參考的一些 研究結果 但是 我們到 開始到這個之前呢 先看一下 萊利西大學 這一部分 這一節就是 萊利西大學的宣傳 萊利西大學是 德國 最古老的大學之一 其實是 最古老是 海德巴大學 海德巴大學是 14世紀的 比萊利西大學 早了大概 27年了 萊利西大學是 1400 2009年的 被創立的 那就是 明朝 永樂七年 我們 代理西大學 那時候 是 現在 接科 接科 布拉格查理大學 查理大學 分出來 那時候布拉格大學 有一個 全學方面的 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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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有關 那個 楊布什的 那個 宗教改革的事情 很多那個 比較保守派的 保守派的 學生們 他們就 離開了布拉格 大概兩百個 兩百個 兩百個 兩百個學生 就 搬到 薩克森 猴國 那邊 那個 薩克森 那個 學弟猴 就 經常人過來 說 原來我們這邊 萊利西也可以 建立一個新的大學 這個就變成 萊利西大學 現在萊利西大學 大概有 三萬的 三萬的學生 中國來的大概五百個 台灣的 萊利西大學 我們有一些 台灣的 現在 那個 交流關係 跟 文藻 語言大學 所以 一些 每年有文藻 那個 exchange student 有好幾個 大部分是學 德文的 政治大學的 萊利西大學 所以這個 我們要考慮 就做 鼓勵 政治大學的 德聲道 可能做 那個 交流 到我們萊利西大學 所以我做這個也是 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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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旁邊的就是我 萊利西大學的 音 可以看到 這個是 你看 從那個音 可以看出來 就是一個音障 就可以看出來 是一個 朱樹基的大學 這個是非常 一個 前術小的時候 有兩個聖徒 右邊的是 John the Baptist 旁邊的是 St. Lawrence St. Lawrence 看得去 St. Lawrence 就是 然後這邊 就是 他們走 聖徒都有象徵性 這裡有一個 羊 高羊 高羊 這個就是一個 對我不知道 怎麼說 一個 其實是一個 一個 Grid Grid 因為他們 那個 St. Lawrence 找到出學的 所以它是 很少的 在火上 做一個 BBQ 對 所以它現在是 是 那個 那個 出學的 包括出學的 的 聖徒 好 OK 那 萊比西在哪裡 萊比西在東部 是以前的 東德 東德 東德的地方 你看 布拉格在這邊 他們就 那時候 109年 離開布拉格 就靠到 萊比西那邊去 等於新的 他們的一個大學 這次送出去 那時候是蠻 普遍的一個 就是這樣 對 萊比西大學 是以前 牛津大學的 一些 他們離開的 牛津大學 就再來 在萊比西大學 那邊 這個是 萊比西大學的 那個 Main Building 剛剛新改的 這是 中部書館 那個 顧先生 都很熟 顧先生 我 想 想 知道 那個 臺比西大學的 情況 可以跟他 請教 探學信 就是 在那個 整組裡面 我們在三道 就是 東亞也就 所消滅了 那個 一樓 就是 東亞圖書館 還有 東亞圖書館 我們從 2013年 開始 就 跟 國家圖書館 有一個 合約 就是 建立一個 所謂台灣 漢學院 漢學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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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你們對這個 這個 計畫 收不收 這個是 國家圖書館 跟很多 國外的 漢學系 的 一個 合作的 方式 就是 在那邊 建立那個 所謂台灣 TRCCS 台灣 resourcecentre of the giant studies 就是 漢學 台灣漢學 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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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有一個 牌子 然後 我們每年 就可以 經過 國家 覆蓄 一些 台灣 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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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蠻好的 也是一個 跟中國道路的 孔子學院的 一個 精正的 做法 的 因為我們 萊比西大學 也有一個 孔子學院 跟中國人民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一起 提醒 一般的 所以 我們興趣的話 就是 萊比西大學 學院 學院 網站 就是在這裡 好 不多說 在這方面 就 看那個 歷史 因為我對 特科斯的研究 開始感興趣的是 因為我們剛好 2014年 有那個 100種年的歷史 但是其實 海萊比西大學 的漢學 教學 的 傳統 是比較長的 也是 以前 已經有的 其實我們 按照我們的看法 其實 萊比西大學 是最早 德國 韓學 最早的地方 最早 有一個 教授的地方 漢堡大學 對這方面 有不同的看法 這是一個 定義的問題 那 漢學是什麼時候 開始的 第一個漢學系 其實是 德國漢堡大學 但是第一個 教授 漢學教授 其實在 萊比西大學 所以我們說的最重要的是 有一個教授 這個就是1878年 然後那個 佳霍蓮子 他就被平清當 東方語言學科的一個 我們說 Extraordinarious 特別教授 那個佳霍蓮子 是比較重要的 因為她 她的主作 可能是 最有影響 影響力的 主作 就是她的 中文的 語法 其實她的 語法 就是 文言 所以 奧斯洛斯洛斯 這個 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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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2015年,很幸运出建设,所以这两个方面就出来了。 那Livisie大学一个问题是,是比较接近柏林的。 Livisie大学离柏林大概180公里而已。 一方面其实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另一方面是不好的。 因为柏林大学那边是比较有钱的。 所以Livisie大学最好的学生们,一般他们都会也。 就是在Livisie大学那边打了一短时间,他们就跑到柏林去。 因为柏林可以给他们的兴趣比较好。 所以那个贾柏林也是这样子。 他就在Livisie大学不到十年的时间,就跑到柏林, 在柏林当那个Linguistics,语言学的教学。 对那个语言学,Linguistics作为一个学科,建立一个学科, 所以他们也是蛮找到柏林的名字。 那在哪里,西教学会有这个人,就当教授。 叫August Convati,就是孔浩古。 孔浩古先生。 所以说你刚刚看到他们的那时候的人,他们的那个胡子都是非常漂亮的。 那个胡须啊。 他们的胡须,对啊。 所以就是看这些,这些照片啊。 都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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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 很特别啊。 那那中华林的,这个,这个, 这个加布林是大部分才会研究的是语言, 然后中国语言的研究。 孔浩古也是从这个学究老开始做研究, 就是中国语言的研究。 但是他经历过慢慢的,就开始对中国文化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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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学。 这方面他就非常受到这两个人的影响。 这是哪时候比较有名的在来的西大学的学者。 一个是那个文化学。 文化学。 文化学。 可以说他是那个心理学的开创,开创者。 所以来西大学最早有一个心理学的, 一般的有名。 对。 就是他创立的。 我们的实验师。 对。 还有那个卡兰克斯。 卡兰克斯那时候, 在中国历史学里面的一个学者, 比较有名的学者。 他特别是主张的那个, 所谓, 大学历史。 世界的历史。 不仅是一个国家的历史, 而是那个, 世界历史研究的。 所以, 他想做, 他想做, 南precht。 他想做那个, 那个, Universal History, World History, 这方面的研究。 他一定需要很多那个, 地方的, 那个地域的, 地理专家。 像那个研究民部的, 中东的, 中国的。 中国历史。 那个, 孔浩虎, 就变成他做核子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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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ion partner。 就在他的, 他的研究里面, 就, 开始学了一个中国的历史。 在这本书, 那个, 世界历史的历史。 就是, 世界历史的历史。 世界历史的历史。 中国历史的历史。 但是, 孔浩虎, 其实是一个, 研究做了很多, 发表论文, 但是, 极少的。 所以, 大部分他写的, 都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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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比较简洁的, 因为, 他训练了很多学生。 那个, 学生他们以后, 就有很多地方, 都一定有, 有相当大的影响。 这个是一些, 他的, 他的学生。 前面, 那个, 古斯塔塔罗, 那个, 活顾大师。 以前是, 以后是, 检修大学的, 教授。 那个, 那个, 华语学者。 华语学者。 德克斯, 等一下, 我会说, 文诺学者就是, Aiger Major的, 创立人。 那, 最后, 两个, 中国来的学生, 你们大概都知道, 蔡元培, 蔡元培是, 中华民国的一个, 教育部部长, 也是, 中央研究院的, 北京大学的校长。 所以, 他在, 那边, 读了纪念的书。 并不拿到一个学位, 但是, 拿到了, 收到了很多, 对那个, 哪时候, 德国的教育, 教育思想的一些, 新的, 新的, 新的看法。 能够赴那些。 拿到中国, 对他的教育, 教育, 教育真实的影响是很大的。 还有李渝藏, 她其实, 他到, 那李渝藏大学的, 博士学位, 在1925年。 这是李渝藏的, 博士学位。 李渝藏是用德文切的, 所以, 她对中国, 古代汉语的语音写 语音写的语音 以后就都没有出版了 所以博士语文就有一份在文文学院里面 你们想看一下 美女团说他在研究上 就可以看这个博士语文 现在还是比较有影响力的 可能是那个杂志 那个学报叫Asia Major 传立人就是古龙 Shindler 那Shindler1933年以后 因为他是犹太人 他又离开德国 帮到英国那边去 就是那个 1934年以后 Asia Major就没有了 1919年以后 在英国再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新的系列 那以后1975年以后 就没有停了 就先搬到 先去博士语文 现在就在台北 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 是他们出版的 所以这个 所以你看这个有一个 从萊比锡到台北的一个 一个关联的一个 历史的关系 好 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一半的 萊比锡大学的一个历史背景 萊比锡大学的一个历史背景 萊比锡大学汉学的历史背景 很多都是德国人 那个 第一个就是高研 J.J.M.Defloot 他是荷兰人 但是他最后 那个十年 在 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 小处一届 原来在来东 荷兰来东大学 然后就 也是搬到 搬到柏林的 连续 看那个 格鲁博 Hainer Schaffmann 魏林仙 还有 佛克斯 然后比较 比较 细节的 就是 就是 那当然是佛克斯 但是段段的 我就给你介绍一下 那个 以上这四位学者 也就是那个高研 高研 你们大概 已经参到了没有 这边 这个 这个 这个课程里面 有没有 好 有一些文献会介绍到 他最早去调查 对 教育 对 他是比较 我们那时候德国 可能是那个 德国研究 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们 应该就 他说是两派 是 比较重视 前夜研究的 Ethnographic 民族学研究的 另外的 第一地 第二排就是 很文献的 就是 文献学的 文本研究的 那 搞演是最早 进行在 厦门 厦门 那边的 前夜研究 大学的 他那时候 并不在 萊姆西大学的 他那时候 好像在 印尼 但是他用 已发表的 两本书 就当作 考试论文 萊姆西大学 就把那个 考试论文给他 就是 1884年了 从1911 1911 就是在 柏林大学 当教授 那你们大家都 大概看到的是 比较有名的是 这些著作 那是用 英文学的 他其实 他用 英文 荷兰文 法文 也是德文 发表 发表诺文 但是到现在 学生 学生 看到的 大部分就是 英文的 一个 是 中国的 宗教系统 他原来打算的 有很多 好像是 快 20分 他其实写到的 就是 那个 六本而已 还有那个 中国人 宗教 这是比较 比较 比较有名的 但是他也有很多 这个是最后 那个去世之前 那个十年 大部分是用 多文的 用多文 一个是 universism 就是一个 中国 宗教 在中国文化 中国的 国家里面 所发明的 教室的一个 概论 其实我觉得 可能是 给他的 最有代表性的 书座 就是他 就是这个 但是因为是 德文是比较 少人看到的 还有这个是最后的 是在1999年 发表的 有关中国的那个 塔 那个 Pagoda 一个专门 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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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鲁波 是那个 加坡冷写的学生 他是 那时候是德国人 他是在 在 俄国 在那个 Saint Petersburg那边 出生长大的 所以他是俄国人 那时候 第二次世界大战争 之后 其实那个 国家的 国际 并不 很清楚 并不很清楚 的 很多那个 那个 那个 德国 德国 北京的人 他们住在 在俄国 在捷克 在很多地方 所以 有人也说 他是德国人 但是他的 大业 开设 开设工作 是在 在那个 俄国的 Royal Imperial Museum of Anthropology of Ethnography 在Saint Petersburg那边 以后就搬到 柏林那边去 在柏林的 人类学博物馆工作 那他 他的 他的 主作里面 比较有代表性 就是那个 中国人的 宗教 和 Kutus 崇拜 宗教和崇拜 旁边的是 风声演义的 德文翻译 这是最早的 那个 风声演义 的一个 欧洲语言里面的 不是 不是全部的 好像是部分的而已 但是大部分 大部分 大部分在里面 那还 短短的看到 这两个 Heinrich Hachmann 跟 Wilhelm 就是 魏里仙 Hachmann 研究的是 大部分是中国的 佛教 佛教 诺文 这些 有些 英文的翻译 佛教 但是 比较重要的是 Line Buddhism 和 Hina 就是中国的 在家佛教 就是 菊石 菊石佛教 這本書其實裡面大部分是龍樹精圖文的一個德文翻譯的一個著述本。 龍樹精圖文是宋代的,南宋世代的一個蠻有影響的一個精圖中的著作。 那那這很威利賢的翻譯很多,他是要有李亞根,James Legge,在英文學界裡面所扮演的角色。 魏力仙就是在德國看德文的《隆遇》裡面手法人的角色 把很多中國古典的主作翻成德文 像《武經》、《莊子道德經》非常多 但是可能對宗教研究比較感興趣的就是太一進化宗教的方法 英文的法文叫《隆遇》 這個以後對歐洲的對中國的靈性感興趣的人 但是影響是蠻大的 可能是他的主作之中影響最大的兩份 一個是這個 第二個就是他的意境 意境的翻譯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送德文以後就被翻譯英文了 就是經過英文的法律就有蠻大的影響 西方對西方對道教內當 還有對疫情的了解 大部分是通過威力仙的早期的翻譯而做的 而達到的 所以這位 帕克曼跟 跟 跟 他們兩位是比較靠近文本研究的 那個 Guber 跟 高原他們是比較靠近前列研究的 Guber的研究大部分是在 北京 北京進行的 而且是早期在北京的 現在就開始討論那個 可不可以 但是 目前有沒有問題 我們剛剛答對了 的問題 請大家去第三回 聽說 他也是一個牧師 可是他在中國 Com pas 從來沒有主持過一場 對,對,他回到德國以後就很高興地說,一個中國人也沒有 對,I have never converted to a single Chinese 他說其實他去中國是一個基督教的傳教師,他回到德國以後就變成一個中國文化的傳教師 那時候,Huckman也是傳教師,但是他們以後就都變為學者,中傳教師就變成漢學的學者 Huckman以後是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宗教學的教授 這個特別是基督教,基督宣教的傳教師常常有這個名字 其實李亞哥也是,李亞哥他從香港不到英國以後就變成了 那是紐金大學,對,紐金大學就這樣說 那個William Sutter也是,常常是這樣 前宗教的情況有點不一樣,前宗教的神父啊 常常他們,對他們來說不一定是一個要變他們的那個神分認同 因為前宗教裡面有很多那個學術的,學者跟神父的兩個功能可以合作 像有一個包容生,我說的那個空號部的一位學生 包容生,France Sava-Bialas 他以後是北京,北平,北平的那個前宗教大學 是不是古人大學,古人大學的那邊的教授 所以對他們來說,傳教跟學術研究其實是一致的 不能分開的,所以他們不一定要沒有那個很明顯的區分 但是基督教的牧師常常是這樣 所以開始的時候就是傳教的,他們以後就慢慢就改變了 所以那個學術研究了 好,何個時候 我這個,我是以前呢,在北京發表對他的另外一篇文 那個北京人民大學那邊的學生常看到他 我們都覺得他是中國人 看起來第一次看到的就是很像中國人 因為可能是他的那個也是頭髮 是這樣的,他穿的衣服啊 也是那個照片的那個設計 就是非常非常中國式的 所以要要仔細的看一下就看出來他不是中國人 他就研究的是他的那個 等一下,這個應該看 他是1891年出生的 也不是在德國 他是在意大利出生的 可能是原來是可以說他是意大利人 在意大利人 在意大利日出生的 然後他的父母就搬到德國去 德國可隆寺 所以以後他是在可隆寺 在德國西部的可隆寺 就是我的故城 長大的 那因為他的父親是可隆寺 社會民主黨的高層幹部 不可就是 但是本身於1919年也成為 社會民主黨的黨人 社會民主黨的一個社會民主黨的一個社會民主黨 那是德國左派的一個最大的黨 我們也看到他在德國學帖裏面 很明顯地就屬於他們的左派 他以後就在博安大學和拉利西大學的歷史學、人類學和語言學 1913年在拉利西大學空號部的指導下拿到了博士學位 博士論文是有關除字裡面讀的招呼 其實大部分是一個翻譯 很多 那時候漢學裡面 像是博士論文就做一個翻譯 做一個翻譯跟註冊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看剛剛李玉堂的博士論文是比較例外的 比較長的 哪時候一般的博士論文可能說 就像是五十頁、七十頁而已 就是跟我們現在的書士論文差不多了 很快1917年他就拿到博士後學位 在德國的教育系統裡面有兩個學位 博士就是第一個 你還要需要一個博士後學位 所謂Habinitacion 就是有關懷南者的宇宙觀 其實這個基本上也是一個翻譯 就是它把懷南者裡面的一篇 就是那個地形訊 地形訊翻譯德文 那地形訊就是有關那個cosmology 這個部分 那它為什麼 我們換到那個博士論文 為什麼選擇那個交換 這首詩 在做一個 就是不是詩 就是一種複 這個是跟那時候 孔浩浩浩他的指導老師的興趣 有關系的嗎 因為我已經跟你說了 從孔浩浩的研究方向 是從語言學慢慢就傳到文化學 文化學 他最感興趣的是中國早期的 文化學的研究 那時候 這個時候 19世紀末 12世紀初 你想研究中國古代史 有什麼樣的文献 並不很多 我們可以看到是五經 一些先進的文献 那時候那個安陽的甲骨文 已經被發現了 但是 大部分的學者 他們還不太認識這些資料 也不太承認他們的價值 所以 孔浩浩這些人 他們都 用那個先進文献 來做古代研究 也是他非常 不掌聲那個 布鐵岡那時候那個 遺古學派 他非常派遲了這個文献 其實如果他派遲那個 賢慶文献 叫什麼 我們那個研究的基礎 什麼沒有 都沒有 所以他非常非常主張 這個賢慶文献 大部分是可考的 我們可以用他們來做 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研究的一個基礎 他自己非常感興趣就是那個儲子 為什麼研究儲子 因為那個古今大部分代表的 對 從他的環境來看 代表的是中國北部的文化 那看那個儲子 儲子就是出國的 就是我們用研究那個儲子 可以看到中國南部的 南部出國的一些研究 他的一個假設就是 中國的文化 其實是從那個南部背部的 不同的文化特徵融合在一起的 中國南部的文化就是注重 沙漫教的 沙漫教的 那個Shamanism 也是注重一些那個 母神的 Mother Goddess的崇拜 他們叫的北部的是 拜那個上帝的拜天的 南部的就是拜那個母神的 所以可以通過 除此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些 中國南部的 南部的那個文化特徵 讓我們 讓我們 出國的 母神 母神 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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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他自己 那個孔浩谷 他特別研究是那個 處置裡面的前文 也把前文放上 對文 自己也沒有出版了 就是他去世了以後 何克斯就把他的 他的那個 前文的讀文 翻譯 就是正式的發表 但是他就要求 就是鼓勵他的學生 多多做那個處置方面的 原油 像我說的那個 那個 鞅肚子 那個 小伯爵 他的 他的博士論文是有關原油的 那荷克斯 你看 博士論文是找封的 然後就1917年就看那個白男子的影片 那以後就要出自大招 出自那個招銀絲 也是那個九邊 中間有兩片那個複 那個複就是不是出自裡面的 但是跟除自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就是那個複跟神律復 所以他們 拿斯瓦在萊比希特就覺得 就非常重視這方面的 那然後那個荷克斯就是在除自以外 慢慢的就對道德進在開始做研究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研究道德進 就是他的動靜 他的目的是一樣的 最早的 他想研究的是 中國南部的那個宗教文化 或者就是教學 那他覺得我們可以 因為道德進也是南部的 南部的一個著作 出國的 就是道德進 所以這個他覺得跟南部的 撒滿腳文化非常非常有關係的 所以第一篇有關道德進 他所發表的論文是有關道德進 第六章的玄品 玄品 玄品 玄品的這個概念 所以你看這邊有一個文化社的 Cultural History的這個 approach 來進行這個道德進的研究 所以他受到聯想 第一是那個空號的文化是研究的 所以我們研究廚子 不是為了文學的 廚子對他來說不是文學的 而是一個文化學的文件 從廚子 從道德進裡面 可以研究中國南部早期的文化學 一些文化宗教的情況 第二個影響就是我剛剛已經說的 他是左派的 他是那個社會民主黨的 所以他在理論跟方法方面 重視的是那個 就是做一個 他說的是 有基於歷史唯物主義的進化論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evolution 就是他那本書裡面所說明的 他用那個Historical materialism 歷史唯物主義 為他的那個基本的 基本的理論的觀點 所以他說 宗教現象是 涉及關於經濟社會 與人質條件的反應 宗教發展 隨著文化的全部發展 發展形象 所以說 用了一個馬克思 馬克思主義的 關鍵 來研究中國的歷史 對他來說 這個 有很大的一個好處 就是在馬里 當然 就是比較符合他自己的那個 歷史性態 歷史性態的北京 第二 我已經 討論了 他們 馬修當 他們研究的都是那個早期的 中國古代的東西 中國古代的那個文獻 其實有很多空間 有很多那個 很多問題 所以 他們 你像 假設 中國文化 有一個 一個 結段 一個 結段 的 發展 像一個 進化 那個 的 有重創的 有母權的 這些結段 其實 從那個文獻裡面 很難看出來 所以 咱們知道 你需要一個 一個 那個 古代的 這個 就是馬克森主義 所提供的 remake 然後 primarily Pattern 每一個社會 都要 immunity 經過一定的 階段 來 發展 那 可以說 我們用那個 frane 包括 這樣的方向 幫我們 處理 中國 古代文憲的一些 資料 所以 我說 一 還有歷史維吾主義為理論和方法 第三個對他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因為他1931到1932年就在北京進行研究 他那時候的工作並不在來不及大學 而是在來不及人類學博物館 派他去中國去找一些新的展覽品 所以他在北京待了一年的時間 那時候就建設到一個道教的團結 在這個組織裡面學到內膽的一個修行法 這個是通過這個人 九個金魚 那時候是來不及大學中文老師 在來不及教中文的 就是通過他的介紹 那個俄克斯在北京就接觸到那個道教團體 學到一些 其實是哪一個團體 我到今天為止還沒找到 我不知道是哪一個 他也是學到的內膽學習法 具體來說是哪一個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他受到的對他的影響是非常非常深的 因為他們回來的時候 所以他對道教的看法有很大的改變 以前他做那個道德經的研究 就是為了用道德經做一個文化學研究的文獻 我們看那個道德經的第六章的旋律這個概念 我們可以研究所謂無神 那個mother goddess的崇拜 那1932年回到從中國回來的時候 他開始對道教的修行感感興趣 道德經現在對他來說 不僅是一個文化師研究的工具 而是一個宗教修行的工具 他自己研究道德經是為了修行 所以我們有那個文化學 有政治背景的影響 現在他就變成一個神秘主義者 mystic, mysticism 所以他就是一個很奇怪的 一個社會的文化學歷史 一個社會的文化學歷史 一個mystic 一個人 這是一個興趣的組織 所以1932年以後 他就開始對道德經經濟的 我們已經研究了來 吳京是對道德經那個本文 而是對道德經和尚公 老字和尚公章句 那為什麼選擇老字和尚公章句 因為和尚公 這是最早的那個commentary 道德經的commentary 那和尚公章句所比較強調的 不是道德經的那個哲學 或者政治方面 而是這比較強調的是個人修心的 所以他選擇這個為了他的研究的對象 我覺得應該並不是偶然的 有一定的東西在那裏面 那以後就在 也開始很嚴重地批評別的歐洲的漢學家 他們的道教研究的 這個是那個Waley 1930年代的道德經的翻譯 還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批評 等一下 我看一下那個中文的翻譯是 怎麼樣 我沒有一個一個一個字一個字的翻譯 這是基本的意思就是 我覺得 你如果想把道德經翻譯英文或是德文 你如果就是看那個文本而已 沒辦法翻譯 你一定要經過跟那個道德經 類似的一個神秘經驗才可以了解道德經 所以那個Waley對他來說 就是一個那個文心 一個文本的學者 其實他對道德經那個 最基本的意義沒有很大的理解 所以就是他的 所以他非常批評他的他的翻譯 自己 所以應該他不是自己說的 他的意思大概是 像我這個人 我有那個神秘的經驗 我要那個mystic experience 我可以翻譯 所以他其實把那個 老子和上工章 翻譯英文 以後 也有一個另外一個書品 他所發表的書品 非常好玩 這個是1932年以後 可以看出來他的這個學術觀點的改變 那時候有一個 這是1946年 那個Alfred Falk的中國 是1946年 中國哲學史的一本書 這個我就 這個我有一個 我就告訴他 他應該就寫什麼 他說中國哲學 從來 沒離開氣所 從發展之原始宗教特徵 那就是撒蠻教 撒蠻以精神集中 達到覺悟 達到覺悟 這種做法 一直做了哲學的基礎 所以中國哲學 所有知識的來源 就是 就是 出神 trans 和 成色 meditation 撒蠻教與這些思想的區別在哪裡 前者是 視覺性的 後者是概念性的 在中國哲學這個區別一直都沒分得很清楚 歐洲和別的文化有類似的現象 就是所謂 哪個最繼續受到撒蠻教的影響 就是神秘主義 就是mysticism 因而概念有視覺性 而視覺性抗走概念 所以他對福爾克的批評 跟魏林的批評是類似的 他們其實沒辦法 比較深不了解中國的 中國哲學 因為中國哲學 他覺得 從來 離不開 那個神秘經驗 mystical experience 如果不是經過那個 experience 就沒辦法 所以 就是留在 有在那個表面上的 那個文本的表面上 那這樣的看法是1916年 我一個 應該 短短的 時間 看到了 他的那個 看到的是那個神秘經驗 mystical experience 應該也看到政治經驗 因為他是社會民主黨的黨員 那當然 1933年 那個拿粹黨 拿粹黨上台以後 他就被 他所有的職位就解固了 他就沒辦法 沒辦法在 在博物館 或者在大學工作 1915年以後 那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爭結束了以後 東德就變成一個社會民主 社會主義的國家 他們就在清潭 但 先做那個人類博物館的廣場 然後就做東亞研究所的所長跟教授 所以他做1915年以後 對東德的漢學的一個再建範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那 因為這個是在 社會主義的一個狂架裡面 他大概 這個不是馬上是1915年後 大概1950年以後 就比較不會再提到那個 選議主義的關聯 因為這個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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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的 在那個 德國 對於這 對於這 民主共和國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裡面的 那個 施打領主義的影響是蠻大的 所以他不敢 不敢再說 但是我跟他的那時候 一位學生 現在也是一位很老的先生 我們2004年 那個 中年的活動 我跟他說 其實 50年以後 好像對中國的宗教的觀念有改了 因為用很很很很很正式的那個 社會主義的觀點 他說 這個就是 異性 這個應該也都要 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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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跟那時候的政治 政治環境有關 其實 他本人的觀點 並沒有什麼改變 因為他 50年代 還是每天 在他的辦公室裡面 打坐 進行 繼續修行 所以 其實他可能個人的看法 其實沒有什麼改變 就是說 每個政治環境 不允許他 再出版 再發表 類似的 好的 那這樣的話 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我們 剛剛看到一些德國 那個 第20世紀上半年的 學術歷史 那荷克社在這個學術歷史裡面的地位 那我們對我們現在的 我們從現在的 二十一世紀的觀點來 來做一個評價 應該怎麼做的 我這邊有可以做三個結論 我覺得第一 荷克社 我們好苦於他們的學生 所進行的文化式研究 把中國古代史 分為圖騰、圖騰等等的進化階段 不太會受到現代學術的成人 這個其實是太過世的 出圖文獻、經文之類的新資料 豐富了我們對中國古代史的了解 而讓過於死板的歷史末世 很難以堅持 第二 荷克社有關 除此 淮南的大德經 老子《荷山工章劇》的文端研究 做得非常精彩 今天還可以參考 其實它的《荷山工章劇》 也是被現在學術們還被使用 有人會提到的 主經是那個 不是主經 也是經歷人 而是幾年前的 Ellen Chan 新加坡大學的Ellen Chan 研究《荷山工》跟《王碧》的版本 就是很多人用《R relatives》的這文書 但是這根書 兩部分是用英文的版本 所以比較難能接受 第三 第三,在道教研究領域,荷克斯正傳是個先鋒,因為他結合學術和修行的作法,後來要登到施州人,孔偉雅、司馬遙、Michelle Strickman這些人, 他們就再會不這樣做,把修行和學術研究放在一起,所以他們可能是他們最早的選分,一個領域,所以從這三個方面,我覺得我們可以對他比較公平的評價, 一些理,他在研究的一些方面,我們教教會說,這個是屬於歷史的,學術歷史的,蠻有意思的,但是不再可以用的,但是那個文本研究也是他的方法,方法方面還要可取之處,非常感謝你 好,那我們現在可以太棒了,我們開始討論,有問題可以理解,有問題 你剛才剛才說了,你剛才說了,有問題可以理解,有問題可以理解,有問題可以理解 umm I only started to to seriously interact with the work of ercas in 2014 so it only had three years to influence my life and outlook umm it's because I mean this is this is always this is the great thing about anniversaries if you have an anniversary you're forced to look back 我做的事,他在录像的自己的背景。 我懇见了很多事情,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作品, 没有人 done this,人们都做了它, 在这个人物多于 ABD的研究、典型并 Pastor于 North of the 1920s, 1910s, 1920s, 1930s that people don't look at anymore but I think we really should it's something that has taught me a lesson that I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earlier research we tend to be very focused on the present and say well we read the most recent publications and then we completely forget that a lot of this stuff has already been discussed 100 years ago and maybe has even been discussed and studied in a way that is definitely worth looking at the in the in the 1990s there was a new transla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Tianwen the heaven celestial questions or questions to heaven heavenly questions from the Chulze by an American scholar and he completely was completely unaware that Conradi had already translated it e either he didn't know German so he knew it was there but it was German so he couldn't read it he just ignored it but he just was actually more likely is he just didn't know about it he didn't bother to look back and so vikt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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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ean not just from Berker's research specifically but generally from looking at research in this time there's so much precious material there that is very useful for our purposes today and this is not a closed chapter I mean some of it is I mean as I say some of the publication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we don't use anymore today but there's also a lot of materials still in there that we can and we should use so when you do next time you start a new project actually look back and see if there may have been someon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who has already done this and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should that the topic is therefore concluded and done but it may contain important perspectives that you need for research and I've been since then in the last two years and I've been careful to actually go back and look at some of this early research because especially the philological researches considering the resources they had at the time it's quite amazing because often they couldn't travel some of them they didn't spend a lot of time in China their resources in Germany, in Holland, in England were limited and they made a virtue out of necessity by then focusing very closely on the text that they have and did very close research on these texts or and now in the last one so because cọc 也有问题 因为老师刚刚提到说 赫可斯在東德的时候 ia就不能再提他的 神秘主義那些说法 那這個時候,在西德的漢學界,是有沒有往另外的方向發展? 那東德的這個傳統,到後來,現在離開德國之後,統一之後,是和西德的漢學界有什麼樣的交流? 這個,可能是他的那個傳統,他去世了是1958年,1958年就可能是中專的,也是他去世了以後,東德的漢學就進入了一個危機的階段,因為很多大部分來的西德漢學系,大部分的學生就換到柏林那邊去,這個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而是政府那時候說,哎呀,東亞研究都在柏林。 來不西大學的時候做的是非洲跟中東的研究啊,所以這個來不西這個傳統,可以說是那時候是中斷的,1980年的時候,他們就再開始做一個,在來不西大學做的漢學研究,但是那時候的這個,把神力主義,mysticism跟學術,學術研究放在一起的已經沒有,西德那邊也沒有, 所以,其實除了那個Livier Korn,Livier Korn之外,現在的,他可能是,可能他們簡介的受到荷克斯的影響,因為為什麼?Livier Korn,她是德國人,她的博士論文是在土安大學, 博士論文大學,Universal Bonn,有關,陳川,陳川,對不對? 那她的指導老師是誰?是一位叫Wolf Tossett,這個教授,Wolf Tossett是核克斯的學生。 所以,可能是簡介的,Livier Korn也受到,也受到荷克斯的這個,這個關鍵的一些影響。 所以,我們,其實我們,其實我們,德國漢學教授,比較受到那個中國的影響,我們非常喜歡那個Lineage。 一個主持人,一個道統人,所以要看誰是誰的老師,誰是誰的學生。 所以,Livier Korn就是荷克斯的學生,荷克斯的學生。 所以,所以,可能還是有影響。所以,這一方面可能還是有影響。 但是這個呢,Livier Korn,下次來這邊你應該玩玩一下。 我自己覺得怎麼樣,他來過嗎? 有,有有,是來過要解釋。 他解釋的,這樣。 好,還有,我們才有問題。 今天老師剛提到那個翻譯,好像是道德基根神秘主義的鼻子。 第一個就是說跟他之前 韓國是在德國跟基督教背景 他有寫出一樣東西比較的 可是基督教背景沒有啊 對 跟基督教背景也是有這種神秘主義的東西 但是跟他那個道理 他翻譯的話 就是在這邊他是 可能那時候還沒有什麼 像林寶牌或天使道這種東西 那時候和可思教是有那時候把他分別出來的 那時候他發表的意義好像是一篇論文 是比較專門就是討論神秘主義跟薩蠻角的關係 但是他並不是那個comparative religions 他都有那個西方的文化學啊 宗教董藥 什麼事情都沒有 專門研究重要的 也是非常主張 我應該要看那個中國的 中國的對他來說是 這個也是說到那個空號部的影響 因為空號非常主張中國是一個獨立的文明 並不是那個在中國早期的古代社的那個文化交流的影響 不是很大的 所以兩個說法 一個一方面就是那個difunctionism 其實所有的文化都是所關聯的 所以還有那個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他們 空號部和可思 他們覺得中國其實是一個autonomous culture 就是獨立發展出來的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看 做很多那個比較 但是從理論的觀點 他就 從理論的觀點 他說其實他其實差不多是神秘主義跟薩蠻角的一個 他說有必定的關係 這個必定的關係 在更高的那個文化的階段 也不一定是沒有的 不可能 就是改變他們的模式 他們的 shape 所以說中國 譬如說中國哲學思想 一直都繼續收到這個神秘主義的影響 你不用這個觀點來研究中國哲學 就沒辦法來研究中國哲學 中國思想 所以他要很明顯地 用這個視角 也別人不用這個視角的中國研究 來研究中國文化 宗教哲學的 所以他很簡單 我會批評這樣 像我們剛剛看到那個富爾克的威力 所以這也就 好 看到這張照片的話 就聯想到 那時候對中國的這種 Xenophili 應該怎麼講 老師 Xenophili 就是清華派 愛中國 對 愛中國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就收藏中國的很多很多的東西 然後放在自己的家裡 然後之後到 大概到 18、19世紀就有一種轉變嘛 就是好像喜歡中國或者反對中國都是一種欺負 然後看到他就好像又往上走 對中國很有興趣的人 然後他呢 他到中國之後 感覺好像有點離開學術界 而變成一種內部的人 從刀教的方法 這個角度去研究中國 那麼 在他的時代 有沒有人是批評這一方面 有 一定有 像他批評的人也批評 他們常說 你何克澤少者 不是學衛生 他們反對神力主義 神力主義不是一個學術研究者的基礎 他們就是這樣說的 所以那當然也有很多人能夠批評他 那你說的那個 對中國的看法 是比較 反對中國的 就是批評中國 情勢中國的 中國文化的 還是 是 很大的一個 怎麼說 Turning Point Turning Point 就是那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爭 那個魏里仙 從中國回來的時候 變成所謂中華文化的傳統 就是為什麼 不僅是因為他在中國 所受到的那個影響 那個經驗 而也是因為歐洲那時候的 那個社會的情況 社會的情況 他們 大家都感覺到的一個 文化危機 文化危機 這個是 首次世界大戰爭 歐洲人對欧洲的那個文明的地方是非常負面的 我們網友那麼大 serio 最文章的 我們像中國學的,像亞洲學的,所以那時候這個Sinophilie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它這方面的英國以外,魏力選的是這樣,哈克曼也是這樣。 為什麼魏力選到所有這麼多的中國古典呢? 因為他覺得歐洲的文明它需要的,歐洲的文明它有一個很大的空間,一個缺點,需要中國中國文化的補充。 所以他們對中國文明的看法,好險,我看到那個第一次世界大戰爭的所扮演的教室是最重要的。 因為很突然的,他們就發現了,我們自己歐洲的文化其實不是這麼網美的。 我們以前是最好的、最大的、最發展的、最發達的文化其實不是。 這個最發達的文化,導致我們到哪裡啊?到那個,這個上。 所以我們現在要當那個,他們說的那個,Light from the East,從東方的一個光明。 然後叫我們就要學這個。 好,這還有嗎? 有,然後還有,還半個小時。 老師好,我想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就是兩個問題都是比較大的方向。 因為我想說老師,難得就是在這個地方可以跟我們。 因為以前我們常常聽到就是德國的漢學或是法國的漢學。 就是能不能請老師很簡單的做一個比較。 就是在這兩個地方的漢學的傳統或是它的優點。 還有它就是優缺點方面,可以跟我們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德國的漢學跟法國漢學,或是比利時的漢學,在歐洲的這樣發展的情況。 我們看歐洲漢學的歷史,最早的是跟前途角的傳教學開始了。 像黎馬島和耶穌會的傳教學。 所以,最早的,我們看歐洲漢學的歷史,最早的是跟前途角的傳教學開始了。 我們看歐洲漢學的傳教學。 這是19世紀初的經歷,所以是比較早開始的。 所以,所有的現代歐洲漢學可能是受到法國漢學的影響。 包括歐洲漢學。 所以,他們都非常蠻蠻的。 那時候,孔浩布和克斯,他們跟佛佩六和同胞。 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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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同胞。 他的,佛克斯很多的論文,如果不是在Asia Major裡面發表的, 就是在同胞。 同胞裡面發表的。 所以,他們的學術方面,這個我現在不敢說, 因為這個我應該仔細地考慮一下。 一定有不同的重點,一定是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你給我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下次有辦法。 我可以考慮一下。 那老師,我把那個範圍縮小一點。 就是老師,可不可以說一下, 比如說漢堡。 萊比錫。 格廷根。 幾個,或是海德堡。 等等幾個德國的一些, 大概有八到十個很有名的大學,都很有利益。 那至少在這些學校裡面的漢學發展,你有沒有什麼? 那老師,這個最早的,其實最早的是漢堡、柏林的類型。 這個是19世紀,19世紀末跟20世紀處有漢學的地方。 他們三個地方的漢學的研究方向跟戲劇,其實有很明顯的區別。 漢堡就是他們研究是經濟,漢堡是港口,做貿易的。 所以他們那邊的,他們說是最早的漢學系, 但是其實最早的漢學系,他們研究的大部分是現代中國的一些問題。 因為他們感興趣是貿易的問題,貿易的問題。 所以從經濟的方面,然後就慢慢就發展了中國文學的歷史這方面。 但是最早的比較有名的是奧托福安克,這位教授,他是漢堡大學。 他對漢堡都是非常批評自己的大學。 所以他們的照感興趣就是那個經濟、努力的東西。 他們,他們, they want to train traders, merchants, not scholars. 所以他非常死亡以後就離開了。 還有柏林,柏林大學,他跟德國政府,德國的那個知名, 那邊叫做colonial policy有關起的。 那邊有一個seminar for oriental languages, 那個東亞語言,不可能說是研究所, 他們其實大部分是教語言的。 教語言是為了,就是像荷蘭來的, 他們想訓練的是外交官。 因為那時候德國剛好在青島那邊有一個殖民地。 1997年以後。 所以他們需要很多動中文的可以講漢語的官員。 所以柏林大學開始的時候,他們最關鍵的目的是為了訓練官員。 那來的系就是比較學術性的。 所以漢堡經濟。 柏林就是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訓練。 那來的系其實是歷史研究的,學術研究的。 所以這三個地方的做法、角數的領域都不太不太用。 那看來以後我們應該要選擇去來比西交流一下,比較適合。 那是當然的。 那是對的。 你所當然的,來比西就是一句方的對。 但是其實現在,OK,說實話。 說實話,現在來的系大學就是在德國的漢學習之中是比較小的。 現在像柏林、柏林自由大學、漢堡大學、蒙尼黑大學。 他們現在的職員比我們多。 所以,因為來的系經過了那個東的歷史。 東的以後就是90年代、70年代在來的系, 其實什麼漢學研究都沒有了。 從80年代就慢慢開始在建立一個漢學系。 所以我們還是在那個恢復的過程中。 所以我們做2014年那個180年的活動。 我很高興看到,哎呀! 所以有這麼好的一個歷史背景。 這個歷史背景也是我們,我希望是我們的前途。 我們可以獲得這個。 這個來的系在德國漢學裡面,將為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我希望來的系以後也可以再得到的一個方法。 但是,現在應該老實地說,現在就還不到那邊。 試試看。 好,來,您老師。 我想問一下,在德國漢學界, 研究華人民間信仰的這個部分, 有哪一些學者會的學校? 那另外,你從美國再到德國, 這兩邊的學術的研究方法有什麼樣的差別? 明天七年比較出國,個人之外比較沒有,在德國那邊。 如果是宗教研究的話, 有那個現在博力資料大學的那個Kristian Meyer。 中文名字我現在知道。 他是現在是最有大學的教授, 他也是研究中國宗教的。 以前用那個長...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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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總統退休了。 那他現在的那個長.. 是中國語言之中的唵了。 所以,現在研究中國宗教的, 可能就是來西大學的這些 это留意大學的。 第二个问题,美国,美国跟中国的。研究方法方面,我觉得应该没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做学术研究大部分是理论方法方面是相同的。 其实我没有,在中国的学术研究没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就是在研究跟教书的环境古养。 一般来说,美国的,比如说我在美术尼大学教四年的书,是在一个宗教学,宗教学学里面。 宗教学,你做对中国宗教研究的,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宗教比较,比较宗教学的一个框架里面。 所以我们那边的学生,大部分也不是专门研究中国的,也不能说,也不能看中文。 所以你教书的时候,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 在德国,我现在是在一个汉学系里面,汉学系的学生都会看中文当中。 我说,我们可以用原文的资料。所以我跟学生之间的研究和做是比较密切的。 在美国常常是,你做的研究是一个东西,你教的课程是跟这个完全没有什么关系的。 那德国还有,以前19世纪有的那个Villian Humboldt的教育思想。 就是把研究跟教书其实应该是一致的。 Unity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我觉得这个是在欧洲,这个是德国那边,也不一定一直都是很理想的一个时间。 但是我们还要这个想法,还要这个理想。 我们的institutional framework就是这一类的。 其实是支持这样一个combination of research and teaching。 在美国的大学就是本科的,比较难,没办法来做的。 所以我们大部分教的就是一个什么什么解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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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销。 就是没办法很深入的,跟学生一起做研究的。 如果博士班,博士班不一样。 但是如果是那个大学,大学科,也是两措施班的一样的。 这跟说比较没办法。 那个协教授对这个美国的情况也很强。 对,对,很强。 对,对,对。 我刚刚没有听错的话,是老师说欧洲或是德国这边是研究跟教学是比较一致的。 所以我们如果跟这个老师上课就是他研究最深入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是上他的课。 但是在美国是他可能研究什么,但他教的可能是他不懂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那他怎么上课呢? 这样很奇怪吗? 因为在美国你,那当然我们,我在美国, 譬如说,这个比较拒绝的名字,好不好? 我在美国叫什么课程? 我叫Introduction to World Religions, Introduction to Religions of China and Japan, Introduction to Buddhism, 所以是那个鬼没很广的东西。 那一般来说,我们那个米苏里大学宗教学系那边, 他的对所有的那个大学课的一个功能就是给, 不一定是专门研究,他们不是我们本课的学生, 大部分是那个经济学的,或者专门,或者别的学科的学生, 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课程。 所以我们有给他们一个一半的介绍,一个入门而已。 就是同事课的这一种。 就是同事课的,很大部分是那个同事课的。 那当然这跟我做的研究也有关系的。 我叫的不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但是那个关系也不是很明确的。 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也有很大的帮助啊。 因为我很多人,你这里有修博士的没有? 有,博士班。 博士班的人有。 那你修博士的时候,你非常了解的,就是一个非常障碍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个题目你非常了解。 但是那个比较大的框架,你把它放在一个比较大的框架是比较难啊。 所以我在,我是刚刚从那个博士,拿到那个博士机会, 马上就开始在一个美国的大学教育,对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因为这个就避免我来考虑到那个比较大的,比较大的框架。 我研究了那个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其实我是日本是有关台湾的博士, 那是很福隆的那个博士。 那台湾的博士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框架。 那这个怎么仿佳在一个我们对亚洲宗教或者比较宗教的一个框架里面。 这个就是因为我要教这些课程,我就开始考虑到这方面。 所以对学者来说也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对,就是那个positive side, negative side,就是你做的研究跟你教的课程之间的距离比较远。 那这个是在德国我觉得做的比较好。 但是两个系统都有合身,都有那个positive side。 那所以在德国如果老师可以把它结合得比较好。 可是相对的缺点就是学生可能有时候进入不了这个太深入的领域。 对,那个缺点可能是偶尔我们会教的是太专门的。 因为他们没办法拿到一个比较大的关键。 这个应该问那个顾先生。 他在哪个系统学过汉学? 那这是本课什么呀? 在那边没有学过这个硕士? 其实我们现在在本课里面,达到分业所谓的美国的方式。 是比较一般的介绍而已。 但是在硕士班里面,硕士班的课程是比较专务。 是比较解决我们自己做的问题。 就是说,那个和可是听起来就是非常的矛盾啦。 就是说,因为你提到说他就是说一种赞同文本的,就是说比较偏向古文本式的解读。 可是他一方面又是一个左派的。 就是说比较社会主义式的这种学术。 那其实那个时代的中国,这两种人其实是不同阵营的。 就是说他其实立场是非常保守的。 像是可能就有点像前幕这样子。 就是说对于这种地下出土的材料他不相信。 他批评古杰刚这种人。 可是他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来说。 在中国那时候,其实社会主义的学者是比较偏向于顾杰刚这样子。 就是说他们要研究当时的那个经济基础啊怎么样。 所以他们很看重一些出土的材料。 而且他们会用这个东西去否定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些虚构的地方。 那何可思就是很奇怪,他把这个两个同意起来。 然后后来又转向更不可思议的那个神秘主义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就是说他怎么,他怎么可以同意起来。 一种方式就是他是误解。 所以中国有太多误解。 所以他在国外是可以把这个内容全部统合在一起。 第二方面是中国话真的有这个可能性。 让他全部组合在一起。 这是我对他很大的,就是说自己的疑问啦。 然后第二个是他跟隆格好像时代差不多。 他跟隆格。 隆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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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刚刚提到他有太语金华中指有这个。 因为这个反应嘛。 那他跟隆格。 因为他们对于神秘主义好像有一些偏好。 他们有一些往来吗? 好像没有。 没有,完全都。 没有,他没有。 我不接受那个隆格式的用户。 哦,不接受。 我没看到。 我们互相都没有提过对吧? 好像没有。 所以他比较孤立对不对? 他的領域比較孤立 也不一定 他很多跟法國的佩利佑這些人的交流是相當密切的 在德國裡面好像 跟威力現在比較早趨勢 所以1925年 所以他跟威力現在沒有交流 好像有交流 但是因為威力現在比較早 過世 沒有很長期的交流 所以其實他在德國學生那邊 跟別的德國學生們的合作比較沒有 也是他矛盾 對 其實是一個非常要矛盾情的人 就是一個社會主義的 社會主義啊 神秘主義啊 還有那個 其實他研究都是一種考獎學的 考獎學的方法 剛才你說的 中國這個應該很少有人 同時 有這三個方法 因為唐文台 對 對 這個 我覺得 這個 並不是另外的 我們人生都是有矛盾的 其實人生也不是沒辦法拿來做到一個醫生的 如果是 如果是 你看到一個人的 比如說什麼什麼人的傳 比如是Biography 那個Biography寫出來的是一個醫治的人物 那個全生活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breaks 沒有什麼很大的轉變 我不相信 因為這樣的人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人 我覺得 太可惜了 醫生都沒學到什麼 他們從那個 年輕的時候 到他們 他們那個 那個 老的時候 都有 一樣的看法 我覺得這個 這個 應該有很大的問題 然後 你說他早期是 就是不接受這些出途 像甲骨文 那後來 因為他在 在那個 東德 他後來有轉變嗎 因為這個 這個材料後來越來越證明 他有 他的 價值 他越來越多人用 對 那他後來還有轉變 後來 後來 因為後來的方向 研究方向轉變了 不太 在碰早期歷史 對對對 然後 第二個是 他對莊子有提到嗎 因為剛剛 我都沒有聽到莊子 好像 老子 土慈 懷男子 他對莊子 他對莊子 還蠻奇怪的 我也不是 研究 導致經 除此 討患男子 但是對莊子的 研究比較少 因為莊子也是神秘 然後南方的 非常奇怪的 因為我現在提到的就是一些 跟宗教文化有關係的 除了這個之外 也有很多另外的研究 因為他做人類博物館的 做那邊的動作 他就研究很多他們那邊的展覽品 中國那個藝術的 有一系列的文文 就是 有關不同的動物 the peacock in Chinese culture the pig in Chinese culture the horse in Chinese culture the dog in Chinese culture 他對動物 對動物感興趣 對動物感興趣 就掃集了很多 好像是那個 固域圖書記者 就掃集了很多 因為那邊 很容易可以看 拿到一些資料 就把這些資料 反送德文 學習一下 那個 好像也有寫 那個Hedgehog 也有一個 對一個人的 選擇指標 所以 除了這個之外 他還有很多 另外的研究方向 我就這邊 就比較集中 就是那個 跟宗教文化有關係的 但是 我也這樣 到現在 他的研究 最有影響的 剛剛是這方面 這個是他對 那個老子 和尚攻 和尚攻 另外的 和克斯的研究 我很少會看到 人物提到他 但是 如果有提到他 大部分是那個 很少的 老子和尚攻張劇 這就是比較有 Stay in power 的 異國學術 學術 工作 接著問 就是 如果自己 老子和尚攻張劇的話 跟 他的 研究的 這種 就是 我覺得他的研究 可能兩塊 是在當時蠻特別的 一個是 神秘主義的 approach 到不管是儲詞 或者是道德經 一個就是他對 那個 Sharman的理解 Sharman的理解 那 就是 以 神秘主義這個 領域的話 就是我們看到現在就是 像 Livia Conn Livia Conn的學生 Louise Connasi 他們還在用這個方法 就是用神秘主義去理解 去理解很多全真教 還有一些修行等等 所以這個傳統看起來好像在道教 至少在道教裡面這個方法還有人在使用 那 但是那個 Sharman這個部分 在當時有沒有人批評 或者是之後 現在還有沒有人在用這個觀點 就是用Sharman這個觀點 因為80年代 中國大陸很多學術研究師 會用Sharman去討論儲詞 南方文化等等 就是90年代以後 很多人就是開始覺得 用Sharman這個詞很不嚴謹 或者是很模糊等等 那我不知道在西方學界 什麼時候開始 或者是它這個方法 後來有沒有人再繼續使用和討論 他們那時候是有那個Sharman教 我記得也有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那個 基本的概念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Sharman教是那個Siberia 西伯利亞那邊 是中國的一個名字 那當然現在還是有那個討論 其實除了Siberia以外 也沒有真正的Sharman教 就是 Is this a proper term to use for general phenomenon 那中國這樣的話 有Sharman教 中國的Sharman教 應該我們大家用Sharman教的名稱 還是就是 其實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文化現象 所以要這個整個 所以比較人現在 研究中國 宗教的人 比較少會利用Sharman教這個感念 來做的 但是還是有的 那譬如說那個 Thomas Michael 他現在在北京 北京是萬大學教授的 他是非常主張的人 他的看法 這個很奇怪 因為他的看法有一個 就是很像那時候 他們20年代在來個系列研究 因為他感興趣也是廚師 也是中國那個楚國 那個南部的宗教文化 也有道教跟Sharman教的研究 現在 用這個視角來做研究的 可能Thomas Michael是最有名的 對不對 對 還有那個Jordan Paper 他是他現在退休的 Jordan Paper 對 90年代他還 對 加拿大的 但是現在比較年輕的學子 學子之門 Thomas Michael 他用這樣一個觀點來研究 那第二個問題 我覺得 他們拿手用Sharman教 跟他們的那個進化都沒有關係 因為Sharman教 他們來說是一種 是一種原始宗教 所以也是 不僅是一個type 不僅是一個類型而已 而是一個文化發展的階段 是Stat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所以他們把那個Sharman教 也看作一個中國文化發展的一個階段 因為我們這個全部的那個 Cultural Evolution這個觀點 我們好像現在就沒有人會適用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關鍵 目前他們討論Sharman教的 我覺得這兩個問題 我們一定要意識到 就是概念的問題 也是那個文化進化論的問題 好 好 老師 我研究道教 然後我很想去歐洲讀書 所以去年的時候 我在巴黎 就是住了一個月 然後 然後 高晚上 對 我很想知道 在巴黎可以去哪裡研究道教 那除了巴黎 老師 我還去了 你知道巴黎有一個 我認識你們有一個神父 那他跟我 我問他現在的那個 Gobet 因為他在研究什麼汗水 然後他跟我說 就是一直都是有一個 就是中國法 中國的教秀叫做Anna John 然後他其實是法國人 然後他在做那個論語的翻譯 然後現在也教 中國一代現代的道教的思想 然後重論那些 然後我發現那個Anna 他跟就是那些耶穌會 就是耶穌會神 其實是有關係 對 然後我發現在 在巴黎有一派人 他們在 可能是跟高晚上 有一個過 可是有另外一圈是 天主教耶穌會 比較是傳教士 做的那個漢學 然後裡面有研究道教 然後我不知道 在德國有種 派學跟教會 不管是基督教還是天主教 基督教 天主教裡面 我們德國還有那個 Institute Monumental Serica 就是亞裔學制嗎 對華裔學制 華裔學制 它有一個研究所 是在德國博王附近的地方 Institute Monumental Serica 他們那邊也有很 這是一個 一個研究教 很研究所 是 柯老師 你上次不是有在華裔學制 福人大學發表一個 popular religion 對 就是在他們這個 對 圈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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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德國博在 跟那個 宗教團是有關係的 對 中國宗教研究的 可能有 只是那個 那邊的資料也不錯 蠻好的 因為他們以前的那個 北京的 那個 那個 福人大學那邊的資料 他們都搬到那裡去 早期的 早期的那個 中文資料很多 就是 前出教 但是 不過是 在一半那個 世術的 大學裡面 現在研究道教的 在德國 在德國 以前 以前有那個 萊特教授 在紅包大學 最重要的就是 萊特教授 長子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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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現在全門研究道教的 還要能 在德國 所以華裔學制那邊 他們 沒有 就是 他們的學術風格 以前 以前有那個 他們的 社長 他的 他的研究 是叫做 宅介路 他是研究道教的 現在已經追學了 專門研究道教 道教 道教 所以德國現在 道教研究的 情況很糟糕 很糟糕 很糟糕 法國比較好 應該去法國 應該去法國 跟神明主義 跟神明主義 然後 這一次 我去 我有跟 那個 Map 裡面一個神父 他叫 然後我就 請他教我 道德經的翻譯 所以 我就跟他聊天 然後 他就跟我說 他就用一段 道德經 說 這個跟 天主教的 他們的 怎麼樣 做一個 contemplation 有關 然後 他們的神秘經驗是什麼 所以 他也是用這個去 詮釋 道德經 對 然後他就說 這個日後 可以作為我們 傳教的材料 因為天主教要中國在地化 對 很有意思 所以我那個印象蠻深刻 前主教在中國傳教裡面 有這個傳統叫 Figurism Figurism 就是 他們就把 前主教教義 再發現 在中國的文學裡面 就是 找到 那個 福音 那個 福音的 figura 在 道德經 在文學 這邊 這邊 這個 我不知道 他今天還在做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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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問我說 天主 是不是 就是 道德經裡面的那個天 是很像的 然後 我就說 我不知道 他說的那個 跟 道德經裡面的天 對我來說很不一樣 對 可是 我必須要說 對 這是 這是 Creative 神經理 可能 那個 懸品就是 神木馬一樣 對 我 對 他 講 是 感動的 因為他對於 那個 翻譯 很認真的 研究 不是說 看一下 就有了 但是 我其實 很感動 我沒有想要 架 我 不想要 這裏 完全 valid 這裏 的 這裏 是 他 是 這裏 的 這裏 是 這裏 我們必須 使用 我們 不可以 使用 我 問 這裏 是 這裏 是 這裏 的 那些计划是適合在自己的独义的独义 这就是这个独义的独义 是建议的文化 建议的关系 建议的关系 我认为是很好的 它是不一样的计划 那是不一样的计划 那是不一样的计划 但它是一样的计划 一样的计划 我认为一样的计划 我认为是很好的计划 但是我认为是很好的计划 我认为是很好的计划 你必须要在哪个 context 和在哪个目的目的 这些计划是用的 以来能够正确认出的 内容和结果 那些计划 如果这样是在德国 华尼学院的学者 跟这些四属大学人 来不得汉堡 或者是在德国 或者是在德国 他们学者 研究中国宗教的 计划 不一样 应该 你看华尼学者的研究所的学生 他们那边的学生 他们做汉学的研究 跟一般的实俗的汉学家 不就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同时 他们会有个 一方面可以研究导教的 导教的 导教的 他们用跟我们 导教的一样的方法 做一些研究 发表在草包 发表在化学者上 化学者上 不是一个神确性的 不是对到这个状态 是一个汉学的 很好的 一个学报 但是他们同时 做灵外的研究 在别的地方 像你看那个Nicolas Standard 中明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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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汉学家 但是也是 他也是一个耶稣会的神 所以他出版的研究 之中有一些 我觉得是 中文的汉学演做的 大家也非常赞成的 但是在别的地方 也发表了一些 有传教方法 神学的问题的一些论文 他就要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汉学家 一个是神学家的身份 一般来说 目前大部分的 填著者方面的学者 他们把这两个身份 分得很清楚 就用他们的这方面的作品 就发表到在不同的地方 因为他们就很想得到的 那些观众不同的 就是在欧洲研究到教育 或者师傅度 澳洲的PhD 应该去俄国 对 我现在看法国是最 这方面的学者最多 应该文 邪教授他 所以这方面 到目前的国际研究的情况 比较少 比较清楚 你觉得呢? 法国 来等一下也没有 没有什么 等到英国吧 英国有吗? 我刚才来到大学 那是海天 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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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现在到英国 到英国去了 但是他也不是研究道教 他们不完全是道教 他比较明显 民间教派的 所以 所以 应该还是高杨山那边 比较多 高杨山的合作者 所以歐洲可能是研究道教的最Active的一個地方 我們也可以在台灣 在台灣研究道教的更多 更好 還是留在台灣的研究道教 老師你要多多宣傳 等一下你才會有大家重視台灣的 你要送學生來 我們就 我們跟你們拿造的一個學生 給你們幾乎沒有一個學生 拿造的學生是那個黃銀絲 黃銀絲 然後是研究博士生 他現在再來的是修博士 研究社有關佛光商 台灣前來佛教的 所以這個應該我們學生研究都說 國際性的全球性的多多交流 我覺得應該是德國人應該要在台灣 學習 台灣人應該去國外去學習 這樣才好 謝教授也會同意這個 你自己也是在美國 美國拿到美國出去 對 其實這個 不是開玩笑的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就 又在一個教育系統裡面 這個就是 裝著搖那個Frog in the Well 對不對 這個說法 在一個景裡面的前往 看到的 看到的那個景點 就是小小的而已 應該出來拿到一些新的經驗 所以我 其實我非常擔心那個 顧先生現在在這裡修修修修 因為對他的那個大學者 這邊可以拿到的那個經驗 是非常非常寶貝的 如果留在德國修修修修修 我們自己當初是去歐文賣 那邊嗎 對 那時候 我也去 出國 出國了 就是我在 在 劉西 加拿大 王國華 英書不容易到大學 對 我自己會想說 我們可以教授 全世界 我們應該可以做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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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是必须去做这些东西 但是每个人都提及的观点 如果是一种各种专门的东西 我很开心,我 leave Germany after my Master's degree 因為我認為我會成為一個完全不同的學生 如果我曾經在英文學院的學生 我並不認為我會成為一個更好的學生 就是從不同的學生的觀點 非常重要 好,剛好,謝謝 很蠢實 謝謝,我們再次謝謝那個科老師的問問 好,那科老師還有一個多禮拜在台灣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下禮拜可以去聽他在漢學研究中心的演講 下次謝謝 Thank you